台二丙县基辅公路和102县道的路口有民众反应 因为车流量大而影响到102县道的人车的进出 22号这一天市议员林一齐服务处就会同了市府交通局 以及当地里长一同进行了现场会刊 地方民众都表示希望能够装设好红绿灯 不过因为102县道的车流量少 交通局目前只严拟加装警语来加以改善 基辅公路全线通车后 大量的车流进入双溪供辽一带 带来观光效益的同时 却也让当地居民有不少抱怨 在台二丙与102县道贡献的路口 常因为台二丙车流量大 导致102县出入的民众安全堪忧 根据我们里民的反应说 希望在这边装设一个山色号制 让我们这边从102县出来的民众还是车辆 能够平安的跨过台二丙线 那因为这边我们经过里长跟当地的百姓 长期有跟我们这边陈情 就是这边的路口相当危险 尤其是假日一些飙车族 那包括一些机车族都重型机车都骑得相当的快 那造成显向还生 那我们刚刚整个看下来的结果 其实在我们全市的会看也已经建议市府 这边要装设三色号制红绿灯 当地里长表示这个路口常常是显向还生 会看多次却没有下文 地方强烈建议装设号制灯管控 不过根据交通局所观察102县上的车辆明显不多 因此也不符合装设标准 做配套测试就是说希望在两边做一些减速 还是做一些提醒号制 让用路人能够事先注意一下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交通局能够再装设 以朝向装设三色号制为原则 那市府这边的答复是因为他们上次之后 他们有来现场来测过车流量 那这边关于我们整个号制的一个设置的办法 是不符合的 那当然也许在办法上面不符合 那但是在安全有余的状况下 我们也请市府在这个部分再多加研议 再多加帮忙 但是我们还要求他们就是说 在短期的部分先做一个改善测试 这是在我们前方我们会设置标志 标示说前流测速照相 那我们也会请分局在这个期间来加强做一个取缔 尤其是周六周日这个时段 医院离企服务处表示 目前状况虽然未达装设红绿灯的标准 但民众的心声 他也希望交通局沿拟其他方案改善 如加强超速取缔 路口反光镜加大等等 让民众的行车视线能够提升 最重要的还是呼吁驾驶人要减速慢行 解成威双溪采访报道